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姚,您现在收看的就是Take a Look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由Genius所推出的Traveler蓝牙光学滑鼠 那它的型号为9005BT,它也可以叫做4D快速转动蓝牙滑鼠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滑鼠它不管你是在做这个垂直的移动或是做这个水平的移动,它都可以这个顺利的进行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外包装的底下则是说明了,这个滑鼠它是可以在不同的表面上使用的 例如像是玻璃、大理石、沙发甚至是地毯都不会有卡卡的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右下角的说明了,这个滑鼠其实它可以支援三种不同的作业系统 例如像是Windows、Android 3.0以及Mac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外包装的背面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这个滑鼠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背面的说明 以及底下也是可以让你寻找到这个中文的说明,它有各种国家语言的这个规格介绍 好,我们现在看到包装里面有的就是这些小配件 那它里面会附赠一本说明书 再来还有的就是驱动程式的光碟一张 以及我们现在来看到,没错,在我手上拿的就是 Genius推出的TRAVLO 9005BT蓝牙光学滑鼠 你也可以称它为叫做4D快速卷动蓝牙滑鼠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设计概念有点像跑车有没有 没错,它就是以跑车的这个为发想来设计的 那么现在不管你是左撇子或是右撇子的人 都可以适合的使用这个滑鼠哦 那这个滑鼠呢,记得哦,要在10公尺的范围之内呢 你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阻碍接收讯号的哦 所以呢,还是相当方便的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滑鼠呢 其实你需要用到呢,两颗3号的碱性电池 诶,到底要把,怎么把这个电池安装到里面呢? 很简单,我们看到底下呢,这边有个按钮 诶,轻轻一按,就可以把这个外壳给打开 然后呢,记得要看一下哦,注意一下正负 正负哦,不要放错了 那么呢,我们把这个电池安装上去 诶,非常简单,就可以使用咯 然后呢,再把这个外壳轻轻压一下 哒哒,就是9005BT,蓝牙光水滑鼠啦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呢,这个滑鼠的背面哦 那么呢,它会有两个按钮 那,第一个按键呢,它就是开关键 以及呢,这个红色点点呢,它是connect键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装置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 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拿的 stick and go stick and go 是干嘛的呢? 它就是放到这个装置上 为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为了让那些比较糊涂的啊 像用完滑鼠不知道放哪里 因为这个滑鼠它是无限的 所以呢,你在用完之后呢 可能到处乱丢,然后就不小心 诶,就不见了 那么呢,这个公司它就做了设计了这个 叫做stick and go 的东西 那么呢,你把胶膜撕下来以后呢 把它贴在你的笔垫上 那么呢,你就可以轻易的带走了 这样子呢,既可以方便携带 又不容易掉这个滑鼠 听完以上的介绍以后呢 相信呢,您对于 Genius 所推出的Travelor 蓝牙光石滑鼠 型号为9005BT的这个产品 有更深入了解了吧 那如果呢,想知道更多的3C产品的话呢 记得要上 Take a look 哦 好咯,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